跳跳糖,冬虫下草,巧克力,一瓶瓶色彩斑斓的物品摆放在直播台前 然而这些并不是直播带货的商品,而是披着漂亮外衣的新型过客毒品 6月21号晚,四川省戒毒管理局首次运用网络直播平台 以戒毒你不知道的故事为主题,让戒毒民警与网友们互动分享了戒毒工作中的故事 在近两个小时的直播过程中,出境民警举着这些仿证毒品模型 通过直播向网友讲述一个个因为毒品吓破人亡的鲜活案例 直播共吸引约11.7万名网友在线观看和互动,直播点赞量超过10万人次 作为主播之一的民警卓亮介绍,四川省戒毒管理局从2019年3月开始运营自媒体号《四川戒毒》 平时通过发布一些短视频来宣传禁毒知识,在网络上吸粉超百万 在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嘛,我们就是做这一个直播,也是我们四川戒毒做的第一个直播 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,我们通过几个我们戒毒民警的工作的经历,讲述几个案例 希望大家在我们经历,在这个案例当中起到一个警示作用,不是为了流量,而是真正的想把关于毒品的信息告诉给大家 直播过程中,成都市第二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南庆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,分享了一些食毒剧毒的小桥马 有近十年戒毒教育工作经验的蓝庆威表示,在网络上直播进行戒毒教育很新鲜,通过网友们的留言 也感受到社会大众对毒品的警惕性还有待加强,其实毒品就在大家身边 因为我接触到的戒毒人员特别多,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就是一个个案,所以我就在这些众多的个案当中挑选了一些 比如说未成年人或者家庭都涉毒的这种有特殊点一点的个案,主要就是收集这一块 到底怎么样可以真正的做得让他们认识毒品的危害,不去接触 我觉得今天这样的直播还是很有意义的,就面向社会的影响力可能要比我们平时做的要大一些 曾经因交友不慎染上毒品的小张,作为戒毒志愿者参与了直播 直播过程中,小张几度落泪,对过往悔恨不已 他曾是某211高校的大学生,国家二级运动员 但吸毒摧毁了他生活的一切,学业被迫中断,身体也大不如前 因为我本身真的是受毒品,身受其害 不光是给我自己身体上带来了一些伤害 而且给我的家人还有朋友带来了一些经济上的 还有情感上的伤害也是非常的巨大的 因为这些伤害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阴影 现在醒悟过来了嘛,我也想通过我的亲身经历来告诫更多想要尝试 或者正在稀释的一些人 希望他们能够及时地意识到这个毒品的危害 悬崖勒马,回头是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